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106回 王熙凤治祸报羞残 甲太君导天消祸患 话说甲正文之甲母危急急忙进去看事 见甲母惊吓气腻 王夫人鸳鸯等唤醒回来 急用舒气安神的玩药服了 渐渐的好些 只是伤心落泪 甲正在旁劝慰 总说是 儿子们不孝 招着祸来 雷老太太受惊 若老太太宽慰些 儿子们尚可在外料理 若是老太太有什么不自在 儿子们的罪孽更重了 甲母道 我活了八十多岁 自作女孩起 到你父亲手里 都拖着祖宗的福 从没有听见过那些事 如今都老了 既然你们倘若受罪 叫我心里过得去吗 倒不如我喝上眼 随你们去吧 说着又哭 甲正此时着急异常 又听外面说 请老爷 内庭有信 甲正急忙出来 见是北京王府张时 一见面便说 大喜 甲正谢了 请张时坐下 请问王爷有何预指 那张时道 我们王爷同西平郡王 进内复奏 将大人的惧怕的心 感激天恩之话 都带奏了 主上甚是敏絮 并念及贵妃客师为酒 不忍家罪 卓家恩仍在公布园外上行走 所逢家产 为将假设的入关 余据给还 并传旨令尽心供职 为抄出借券 令我们王爷查核 如有违禁重力的 一概照例入关 其在定力生息的 同房地文书 进行给还 假脸着隔去直嫌 免罪释放 甲正听臂 即其身叩谢天恩 又拜谢王爷恩典 先请张时大人 代为禀谢 明臣盗窃 谢恩 并到府里磕头 那长使去了 少庭传出纸来 承办官遵旨一一查清 入关者入关 给还者给还 将假脸放出 所有假设名下 男妇人等造册入关 可怜假脸屋内东西 除将案例放出的文书发给外 其余虽被进入关的 早被查抄的人进行抢去 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 假脸使则拒罪 后蒙释放 已是大幸 即想起历年积聚的东西 并奉解的梯极 不下七八万斤 一朝而尽 怎得不痛 且他父亲陷进在锦衣府 风节病在垂危 一时悲痛 又见贾政含泪叫他 问道 我因官室在身 不打理家 故叫你们夫妇总理家事 你父亲所为固难 劝谏 那重力盘剥究竟是谁干的 况且非咱们这样人家所为啊 如今入了关 在银钱是不打紧的 这种声明出去还了得吗 假脸跪下说道 侄儿办家事 并不敢存一点私心 所有出入的账目 自有赖大 无心灯 带梁等登记 老爷只管叫他们来查问 现在这几年 库内的银子出多入少 虽没贴补在内 已在各处做了好些空头 求老爷问太太就知道了 这些放出去的账 连侄儿也不知道哪里的银子 要问周睿望儿才知道 据你说来 连你自己屋里的事还不知道 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 我这回也不来查问你 现今你无事的人 你父亲的事和你真大哥的事 还不快去打听打听 贾连一心委屈 含着眼泪答应了出去 贾政叹气连连 想到 我祖父勤劳王氏 立下功勋 得了两个事职 如今两房范事 都割去了 我瞧这些字 这是没一个长进的 老天啊 我家家何至一半如此 我虽蒙圣恩格外垂慈 给还家产 那两处使用 自因归并一处 叫我一人 哪里支撑得住啊 方才两儿所说 更加诧异 说不但库上无银 而且尚有亏空 这几年 竟是虚名在外 只恨我自己 为什么糊涂若此 倘货我猪儿在世 尚有亡臂 宝玉虽大 更是无用之物啊 想到那里 不觉泪满衣襟 又想 老太太 若大年纪 儿子们并没奉扬 一日 翻泪他下得死去活来 种种罪孽 叫我为之何人哪 正在独自卑怯 只见家人禀报 各亲友进来看后 家政依依道谢 说起 家门不幸 是我不能管教子职 所以致辞啊 有的说 我九知令兄 社大老爷 行事不妥 那边真歌更加骄纵 若说因官司错误得个不是 于心无愧 如今自己闹出的 倒带累了二老爷 有的说 人家闹得也多 也没见玉石参奏 不是真老大得罪朋友 何至如此 也不怪玉石 我们听见说是 府上的家人 同几个泥腿在外头轰嚷出来的 玉石恐参奏不实 所以 框了这里的人去 才说出来的 我想府上带下人最宽的 为什么还有这事 大凡奴才们是一个养活不得的 今儿在这里都是好亲友 我才敢说 就是尊驾在外任 我保不得你是不爱钱的 那外头的风声也不好 都是奴才们闹的 你该提防些 如今虽说没有动你的家 躺货在遇着主上疑心起来 好些不便哪 贾政听说心下着盲道 众位听见我的风声怎样啊 众人道 我们虽没听见识句 只闻外面人说 你在梁道刃上 怎么叫门上家人要钱 我是对的天的 从不敢起着要钱的念头 只是奴才在外招摇撞骗 闹出事来 我就吃不住了 如今怕也无意 只好将现在的管家们 都严严地查一查 若有炕主的奴才 查出来严严地办一办 贾政听了点头 便见门上进来回禀说 孙姑爷那边打发人来说 自己有事不能来 着人来瞧瞧 说大老爷该他一项银子 要在二老爷身上还的 贾政心内忧闷 直说 知道了 众人都冷笑道 人说令亲孙少祖混账 真有些 如今丈人抄了家 不但不来瞧看帮补赵盈 都敢忙得来要银子 真真不在礼上 如今且不必说他 那头青事原是家兄配错的 我的侄女的罪已经受够了 如今又招我来 正说着 只见薛科进来说道 我打听锦衣府赵堂官 必要照御史参的办去 只怕大老爷和真大爷 吃不住 众人都道 二老爷 还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爷 咱们挽回挽回才好 不然 这两家就完了 贾政答应致谢 众人都散 那时天已点灯时候 贾政进去请贾母的安 见贾母略略好些 回到自己房中 埋怨贾连夫妇不知好歹 如今闹出放账取利的事情 大家不好 方见凤杰所为 心里很不受用 凤杰现在病重 知他所有食物 尽被超强一光 心内欲结 一时未便埋怨 暂且隐忍不言 一夜无话 此早贾政进内谢恩 并到北境王府 西平王府两处叩谢 求两位王爷 照应他哥哥侄儿 两位应许 贾政又在铜银香好处脱情 且说贾连打听的父兄之事 不狠妥 无法可施 只得回到家中 平儿守着凤姐哭泣 秋童在耳房中抱怨凤姐 贾连走进旁边 见凤姐掩掩一息 就有多少怨言 一时也说不出来 平儿哭道 如今事已如此 东西已去不能复来 奶奶这样 还得再请个大夫 调治调治才好 贾连催道 催 我的性命还不保 我还管他吗 凤姐听见 睁眼一瞧 虽不言语 那眼泪流个不尽 见贾连出去 便于平儿道 你别不打事物了 到了这样田地 你还顾我做什么 我怕不得劲儿 就死才好 只要你 能够眼里有我 我死之后 你抚养大了 乔姐 我在阴死里 也感激你的 平儿听了 放声大哭 凤姐道 你也是聪明人 他们虽没有来说我 他必抱怨我 虽说事是外头闹的 我若不贪财 如今也没有我的事 不但是枉费心计 挣了一辈子的墙 如今落在人后头 我只恨用人不当 恍惚听得那边 称大爷的事 说是强占良民妻子为妾 不从逼死 有个姓张的在里头 你想想还有谁 若是这件事审出来 咱们二爷是脱不了的 我那时怎样见人 我要及时就死 又担不起吞金服毒的 你倒还要请大夫 可不是你为雇我 反倒害了我了吗 平儿愈听愈惨 想来实在难处 空凤姐自寻短见 值得紧紧守着 姓贾母不知底细 因近日身子好些 又见贾政无事 宝玉宝钗在旁 天天不离左右 略觉放心 素来醉疼凤姐 便叫鸳鸯 将我提几东西 拿下给凤丫头 再拿下银钱 交给平儿 好好地服侍好了凤丫头 我再慢慢地分派 又命王夫人 照看了刑夫人 又加了宁国府地入关 所有财产房地等 并加奴等举造册收尽 这里贾母命人将车 接了游氏婆媳等过来 可怜赫赫宁府 只剩的他们婆媳两个 并配奉邪卵二人 连一个下人没有 贾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 就在西春所住的兼臂 又派了婆子四人 丫头两个服侍 一应饭食起居 在大厨房内分送 一群食物又是贾母送去 灵星虚用 亦在账房内开销 聚赵荣服美人阅历之术 那假设贾真贾荣 在锦衣服食用 账房内实在无相可知 如今凤杰一无所有 贾连旷有多债物满身 贾政不知家务 只说已经托人自有照应 贾连无计可施 想到那亲戚里头 薛姨妈家已败 王子滕已死 于者亲戚虽有 据是不能照应 只得暗暗差人下屯 将帝母赞卖了数千金 作为金中使费 假连如此一行 那些贾奴见主家事败 也便趁此弄鬼 并将东庄租税 也就指明借用些 此事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母 见祖宗侍职隔去 现在子孙再兼至神 行妇人游士等日夜啼哭 凤杰并在垂危 虽有宝玉宝钗在侧 只可解劝不能分忧 所以日夜不宁 思前想后眼泪不甘 一日傍晚叫宝玉回去 自己扎争做起 叫鸳鸯等各处佛堂上香 又命自己院内焚起斗香 用拐煮着出道院中 琥珀知识老太太拜佛 扑下大红短瞻拜坛 贾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头 念了一回佛 含泪祝告天地道 皇天菩萨在上 我家门世事 前程祷告 求菩萨慈悲 我家门数世以来 不敢行凶霸道 我帮扶住子 虽不能为善 虽不能为善 亦不敢作恶 必是后辈儿孙 娇齿报义 报天天物 以致和府朝间 以致和府朝间 自然凶多吉少 皆有我 一人罪孽 不教儿孙 所以知词 我尽急求皇天保佑 再见逢凶化吉 有病得早早安身 总有何家罪孽 秦愿一人承担 只求饶恕儿孙 若皇天见脸 念我前程 早早赐我一死 宽冕儿孙 之罪 默默说到此 不禁伤心 乌乌叶叶地哭泣起来 鸳鸯珍珠 一面结圈 一面拂进房去 只见王夫人 带了宝玉宝钗 过来请晚安 见贾母悲伤 三人也大哭起来 宝钗更有一层苦楚 想哥哥也在外间 将来要处决 不知可减缓否 文姑虽然无事 眼见家业萧条 宝玉依然封杀 毫无志气 想到后来终身 更比贾母王夫人 哭得更痛 宝玉见宝钗如此大痛 她亦有一番悲戚 想的是 老太太年老不得安 老爷太太见此光景 不免悲伤 众姐妹风流云散 一日少四一日 追想在园中 吟诗启涉 何等热闹 自从林妹妹一死 我郁闷到今 又有宝姐姐过来 未便时常悲怯 见她优胸私母 日夜难得笑容 今见她悲哀欲绝 心里更加不仁 竟嚎啕大哭 鸳鸯采云 婴儿习人 见她们如此 也各有所思 便也乌液起来 与这丫头们看得伤心 也便陪哭 竟无人解味 满屋中 哭声惊天动地 将外头上叶婆子下荒 急报于贾政之道 那贾政正在书房纳闷 听见贾母的人来报 心中着忙 飞奔进内 远远听得哭声慎重 大量老太太不好 急得魂魄俱丧 急忙进来 只见坐着杯蹄 神魂方定 说是 老太太伤心 你们该劝姐 怎么的 其他伙儿哭起来了 众人听到贾政生气 急忙止哭 大家对面发症 贾政上前 安慰了老太太 又说了众人几句 各自心想到 我们原恐老太太悲伤 过来劝姐 怎么忘情 大家痛哭起来 正字不解 只见老婆子 带了使侯家的两个女人进来 请了贾母的安 又向众人请安毕 便说 我们家老爷太太姑娘 打发我来 说听见府里的事 原来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一时受惊 恐怕老爷太太烦恼 叫我们过来 告诉一声 说这里 二老爷是不怕的了 我们姑娘 本要自己来的 应不多几日 就要出阁 所以不能来了 贾母听了 不便道谢 说 你回去给我问好 这是我们的家运 何该如此 承您老爷太太 便记 过一日 再来奉献 你家姑娘出阁 想来你们姑爷 是不用说的了 他们的家计如何呀 家计倒不怎么着 只是姑爷长得很好 为人又和平 我们见过好几次 看来与这里宝二爷 差不多 还听得说 财情学问都好的 贾母听了 喜欢道 咱们都是南边人 虽在这里住久了 那些大规矩 还是从南方里 所以 新姑爷 我们都没见过 我前还想起 我娘家的人来 最疼的 就是你们家姑娘 一年三百六十天 在我跟前的日子 倒有二百多天 混得这么大了 我原想给她 说个好女婿 又为她叔叔不在家 我又不便做主 她既造化 配了个好姑爷 我也放心 月里出阁 我原想过来 吃杯喜酒呢 不料我家 闹出这样事来 我的心 就像在热锅里熬的似的 哪里能够 再到你们家去 你回去 说我问好 我们这里的人 都说请安问好 你替令告诉你家姑娘 不要将我放在心里 我是八十多岁的人了 就死 也算不得没福的了 只愿她过了门 两口子和顺 百年到老 我便安心了 说着不觉掉下泪来 那女人道 老太太也不必伤心 姑娘过了门 等回了酒 少不得同姑爷 过来请老太太的安 那时老太太见了 才喜欢呢 贾母点头 那女人出去 别人都不理论 只有宝玉听了 发了一回证 心里想到 如今一天一天的 都过不得了 为什么人家养了女儿 到大了必要出嫁 一出了嫁就改变 使妹妹这样一个人 又被她叔叔 硬压着配人了 她将来见了我 必是又不理我了 我想 一个人到了这个 没人理的份 还活着做什么 想到那里 又是伤心 见贾母此时才安 又不敢哭泣 只是闷闷的 一时贾政不放心 又进了乔乔老太太 见是好些 便出来传了赖大 叫她将和府里 管事家人的 花名册子拿来 一起点了一点 除去贾社入关的人 尚有三十余家 共男女二百十二名 贾政叫现在府内 当差的男人 共二十一名进来 问起历年居家用度 共有若干进来 该用若干出去 那管总的家人 将进来知用部的城上 贾政看时 所入不夫所出 有家连年宫里花用 账上有在外福借的 也不少 再查东省地租 近年所交不及祖上一半 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 贾政不看则已 看了急地跺脚道 这了不得 我打量 虽是两儿管事 在家自由把持 岂知好几年头里 已就迎年又了某年的 还是这样装好看 竟把士直俸禄 当作不打紧的事情 为什么不败呢 我如今要就绳捡起来 已是迟了 想到那里 背着手夺来夺去 竟无方法 众人之贾政不知李家 也是白操心着急 便说道 老爷也不用交心 这是家家这样的 若是同总算起来 连王爷家还不够 不过是装着门面 过到哪里就到哪里 如今老爷到底得了 主上的恩典 才有这点子家产 若是一变入了关 老爷就不用过了不成 放屁 你们这般奴才 最没有良心的 仗着主子好的时候 任意开销 倒弄光了 走得走 跑得跑 还顾主子的死活吗 如今 你们倒是没有查封是好 哪知道外头的名声 大本都保不住 还搁得住你们在外头 支架子说大话 哐人骗人 到闹出事来 往主子身上一推 就完了 如今大老爷与真大爷的事 说是咱们家人 报恩在外传播的 我看着人口侧上 并没有报恩 这是怎么说 这报恩是不在册党上的 先前在宁府册上 威尔爷见他老师 把他们两口子叫过来了 急着他女人死了 他又回宁府去 后来老爷衙门有事 太太们爷们往林上去 真大爷替李家世带过来的 以后也就去了 老爷数年不管家世 哪里知道这些事来 老爷打量册上没有名字的 就只有这个人 不知一个人手下亲戚们也有 奴才还有奴才呢 这还了得 想去一时不能清理 只得喝退众人 早打了主意在心里了 且听假设等事 审得怎样在定 一日正在书房筹算 只见一人飞奔进来说 请老爷快进内庭问话 假设听了心下着忙 只得进去 未知凶疾 下回分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